明天和意外,永远不知道哪一个先到来 哟,来了 我问明天和意外哪个先到来 你的新搭档先到来 快穿起来,看这个枪走了 我答应,请小心眼 来吧 我们今天这个形式叫行云流水 就是每个人呢,上来先斗一个根 然后再捧一个根 这场呢,就轮到我了 一上来呢,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让大伙知道知道 我叫张肖白 德军社肖子科的一个小演员 您客气 我们这个肖子科有很多优秀的代表 谁呀 张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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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一个 小樊也是肖子科的 六队 六队 樊肖白 六队,我们两个肖子科的 剩下的呢,比如说这个 张宇航长龙啊 虽然也是肖子科的学员 但是还要进一步的锻炼 还稍微的差一点 对,再送送礼 对,我就是送礼送的早 那你是肖子科大师了 您可别这样说 这个上台,肖子科的上台也已经有四年五年的时间了 差不多 来的时间也已经很长了 这个我呢 其实跟小樊虽然说我们俩是一拨来的 但是呢 他岁数小 对 他00后 像伯伯就差了 我80后 我是88年的 岁数大一点 所以呢 就是一个人 我还没人反驳你我也不好意思 这88年的确 这实话 因为最近用了好多呼吸 显得比较嫩一点 要不然比较就该一亿化 好吧 我们先了 今天这个 昨天 昨天这个是高考结束 对 高考第二天 我就特别的感慨 大概 我从我家这个相册里边 翻出了我参加完高考 从考场里边走出来的这么一张照片 参加我高考呢 您瞧你这话说的 你在这得越少口才不受急 是吗 他们欺负我呢 哪儿叫我这肖子论 参加高考 这12年前的事 07年我参加了高考 而且这两天家里边搬家 我妈呢 翻出一张我初中 初三的时候 这个北京市化学竞赛三等奖 二等奖 对 初三化学竞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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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等奖 有熟悉的 了解 我们德军社的平均学历史初二 还是上学期 参加过高考 其实这都不算什么 是吗 最简单的一个辨别德军社演员的方法 就是成功率95%以上 什么 就问他 知不知道元素周期表 因为这个是初三才学的 我会我就不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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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久彤老师背的特别好 好嘞 来 我猜就 您来 来 我大师外 说这个 我上初三 高考过 是上过大学 对 我是本科毕业 所以说呢 就跟后台这些个演员们 没有什么共同语言 我也有这种感觉 所以其实 所以今天 安排我们俩人一块演出 我其实都给告知 我也开心啊 因为我 其实我特爱跟李久彤老师聊天 啊 我们思想关于也好 最起码人家知道元素周期表 所以让我来 怎么让 就是我们能聊到一块去 对 我们都有个认知 有共同语言 对 人家这个知道的知识 比我丰富 你又不敢这么说 哎 好家伙人家人家也是 人家也是 人家也是 也是高考过 人家也是 重聊 后天努力 后天努力 人家这个学历 特别 也特别高 就是技术知学的 哎 真的 好家伙后台有什么 说不懂的事 首先想到的是谁 李久彤老师 就是多爱问我 喜欢跟他探讨 因为知道的东西也多 知识也丰富 今天呢 其实我就想跟您咱 咱们就算聊天啊 可以可以 聊天 就说这个 要问我问一声我弄死你啊 真不会的 我问你微分方程 好吧 更不会的 你要问点什么 什么意思 问您挺简单的问题 简单的 就是这个讨论啊 讨论啊 您知道您就说 不知道咱们就互相聊天 行行 就是您见过秤驼吗 吓死我了 您说秤驼啊 对 见过 这咱敢理直气壮的说见过 见过就好 对对对对 见过会想的秤驼吗 没有 这秤驼怎么 还能想还能出音啊 您没见过 这么说你见过 我当然见过了 那你跟我们说 你跟哪见的这个会想的秤驼 我就跟北京这个前门大街 我知道了 前门大街有这个 油轨电车 啊对 有吧 油轨电车这个车头咯 有这么一个大铜乘驼 这车一走 这铜乘驼 铜乘驼 铜乘驼 这么一响 好像我都觉得慎重 这宝奇就是灵异事件 他说在召唤哥斯拉 您看哪是 所以你是不是画形学了 有点过来 那叫秤驼呀 也叫秤驼 那叫灵的 大黄的 当了当了当了 那叫灵的 大黄是灵的 不是大黄是灵的 不是大黄是灵的 哈哈哈 小白呢 哈哈哈 小白是称驼的 哈哈哈 那灵的 而且这有一学名 什么学名 叫开道灵 怎么叫开道灵 你看您在前门那油轨电车看见吧 啊 油轨电车算老路见 哦 你说按一个喇叭不合适 对 那不像那老路一样 所以按这么一灵的 那感觉前门那人也多 车过过去怎么办 一晃那灵 灵的一响 大发声又来车了 避让一下 所以叫开道灵 哦 起到这个汽车喇叭的作用 对 对对 你看 这困扰我多年的这个疑惑啊 多疑惑 以后多出门走走 这可以了 哈哈哈 别选学了 今天终于解开了 哎 要是说还是得跟您讨论 互相学习 哇哇 跟后台那些个货门就没有人互相学习 对对对 这个 当然了 您说的对 咱应该出去多玩 多转吧 我去其实我太爱转了 是 上外地啊 比如说上哈尔滨长春啊 这个我都去什么当地著名的景点逛一逛 好事儿 在北京呢 我也爱逛 逛过公园 哦 北京有一个北海公园 有 北海公园有一个标志性的建筑 啊 就是那白塔 哎 白塔这个塔尖上 躲这么一圈儿灵的 有 甭问 按您说的 开道灵 开塔灵啊 就是这个白天啊 这个白塔 在这这个公园里边站一天也累了 晚上他想出去溜溜弯去 去哪呢 就琢磨着去前门大街吧 去前门大街一看 呦 不行 这前门楼子在那挡着呢 一摇晃着脑袋 这脑袋这灵灯一响 前门楼子一听 咦 我塔哥来了 我给你挪挪吧 端起来 我们这一站 哎这白塔过去了 溜前门大街 看这游轨电车去 少看点动画片 疯了这塔 还能出去溜溜去 开塔灵吗 不是那白塔那塔天不叫开塔灵 那叫 金鸟灵 呦这个我还挺不懂的 你看这白塔高不高 高啊 白不白呀 这个鸟就要在那高处拉死大窝 哦 对 光神社会不好打草 安这么一圈铃子 风吹铃子 想把鸟吓跑了 惊鸟铃子 哦 这么个惊鸟铃 对啊 保持着这个 清洁度 整洁干净 对 对对对 哎 跟您聊天长知识啊 跟你聊天我也挺长知识 哈哈哈 哎 那天啊我就是逛北海公园去 北海公园呢我看见个熟人 还没有见个熟人 哎呀保持你也认识 谁啊 你妈 我妈 我妈都能不认识 唯一您忘了 不能 我比你认不早 哈哈哈 哎呀哎呀 老太太 老太太这个今年六十多岁 差不多 好但是好打本好导致 哎呀喜欢这 哎呀平时穿的那真是一丝不挂 我奔去了是吧 一丝不挂讲话 一丝不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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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哎 好穿一身白色的这个西服啊 对对 哎这个平时穿的 哎老太太穿一身白色的西服 你看多好看 显精神 显精神 然后这个脑袋上头发梳得也好 是啊 那真是梳的一丝不挂 葛优的 哈哈 那叫一丝不乱 我老记得有个一丝不挂什么来的啊 你老记着那一丝不挂的 一丝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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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后边梳了这么一个小发转 有 哎 上面插了这么一根签子 烧烤 真的 有插签子呢 没有 不是 不是辣地不辣地 不是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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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是什么 这是簪子 那签子呢 签子是烧烤烤串用的 烧烤烤串用的 对 烧烤那是搁辣椒搁自然的 烧烤那是要辣椒 对 要自然 那你妈脑子后边这是 签子 簪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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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这么一根簪子 簪子上面有这么一个铃铛 有 怎么问 惊鸟灵 为什么呢 你妈去逛北海去 找北海这些个鸟 想在这个白塔上拉屎大窝 不行啊 有铃铛下好了 一看 哎 这人穿的挺白的 咱跟这儿拉吧 哎 好把这鸟全招过来 在你妈脑子上喝这一通 啊 屁股 给你妈就埋了 埋了两三回以后 你妈你想折不行啊 我不能被埋了呀 哎 来这么一铃铛 这鸟再一来 你妈一摇往脑子 铃铛一下 这鸟看 这也有精鸟了 咱走吧 哈哈哈哈 我想 就你这种傻不是装出来的 哈哈哈哈 这鸟在你妈脑子上拉屎 在你妈脑子上打我 在你妈脑子上 在你妈脑子上 扶小那鸟啊 你知道吗 这鸟来 我妈不躲 跟这鸟会脑子的笑话 还跟我妈埋起 我妈使得浪似的 哈哈哈哈 我妈那脑子不叫精鸟灵 那这叫 长寿灵 怎么又改了 不是改了 前两条我母亲郭六岁大寿 哦哦哦 我们哥几个项上 现在买点什么不去吃多少穿的 后来一想 给老太打一金簪的 上面挂一想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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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妈健康长寿 所以叫长寿灵 哦 这叫长寿灵 不让打我 哦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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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好的住院 对对对 哦 有这么个铃铃铃铃铃铭RR 有寓意啊 这咱不懂 我还没上手哦 是是 我就多跟这聊天了 是 那天啊 这个 看见你妈 嗯 但是 但是 你妈不是一个人 哈哈哈 你妈不是一个人 你妈是一只狗呀 哈哈哈哈 什么叫不是一个人呢 就不是一个人去的 那你倒说起来不是自己 不是自己 旁边还有人 旁边还有一男的 我爸 是我爸 我是不是知道的 你不该知道的 别别别别 你就当没有啊 大佬了不能来个 说起来说这男的 什么样 胳膊高 胳膊高 你妈没有这个魅力 这么高 多个岁数 四五岁 你管四五岁叫男的人 那叫男孩不为呢 哦 俩男孩就是 俩男孩不为呢 就是小男孩 小男孩 这是谁 这是我儿子 你儿子 就这样 你儿子 你儿子 老没见 你儿子 你孙子 我拿爸爸抱抱来 对 挺便宜的 不是我站不去 就我的小儿子 小少爷吧 家里边小少爷 挺好玩 中岁的时候我见过一回 再往后也不来后台 我也很少上人家 谁敢来后台去臭流氓 老没见那孩子了 你看这孩子四五岁长还挺高 还挺可爱的 但是估计是不太学好 手上有一副手铐 那么大家就进去了 手铐 但是这手铐中间没连着 没连着那叫手铐 那叫手镯 没连着叫手铐 也有这么说的 都这么说 手铐 有手铐 一边一个手铐 我看其中有一个手铐 这上面有这么一圈铃的 甭问 长手铃 这是什么呢 这是你儿子六十大寿的时候 你们这几个都已经 续续的过去了 你们家人子想 我得跟我把鼻清除我的生日 怎么办呢 把你粉刨出来 把你嘴上向你打金牙撬下来 打一个铃的 拴自己手上 来吧 爸爸跟我清除生日吧 你家都倒是笑的是什么 我们哥姐笑的是我儿子 我们疯了 那孩子那铃子 不叫长寿铃 叫什么 叫百岁铃 也叫百岁铃 这怎么又叫百岁铃呢 我给你解释 我们这孩子早产 老话说早产 孩子不好养活 我爸爸相对来说 比较传统一些 说想一办法说给孩子认干爹 认干爹就是打一手镯挂铃子 挂一个铃子 干爹 干爹多呢 就保佑着孩子健康 长寿长命百岁 这么个百岁铃 其实是一个小玉 也没有什么实际作业 等会我问问您啊 不太明白 有一个铃铃就是有一个干爹 有一个铃铃就是有一个干爹 再有一个铃铃就是有一个孙子 吃饱了吧 我早就让你也喊气口了 我早就让你也喊气口了 就是认干爹 百岁 就是福气饱着他 逢你一心 尝尽百岁 人家讲的太多了 那天是在白海公园碰上你妈了 他就说了 小白老没人见你了 你老不上家来了 得先上家来玩来吧 你也少去 老太太说话了 我能不去吗 应该得去 我得去吧 没过两天 我一看放假 休息 上你们家去吧 那天啊 这个上你们家去 上你们家去呢 看你们家老爷子了 我怕 他们家 他们家现在是这个二环礼 平房 对 就是原来四合院 现在呢 这个拆拆改改的 他们家就占不到那个院子 但是呢 也是这种平房四合院的那种建筑 因为他们家传统 他们家是原来这个在齐 对对 东北人嘛 满洲的正黑棋 对 黑 我说正黑棋啊 正红棋 正正红棋 你说正黑棋呢 张九零 正正红棋 满洲正红棋 所以他们家讲究也多 老头儿也好玩 对 老头儿好玩什么呢 过去老北京讲的 玩儿幼 对对对 玩儿幼 他把我胳膊上架一英 是啊 什么幼 苍蝇 我爸都臭了吧 谁都招苍蝇了 苍蝇 苍蝇 不是苍蝇 苍什么 苍蝇 苍蝇 就那弯嘴那样 对 一叫回好听 怎么叫 雷达给你喷 苍蝇 苍蝇就是架的蝇 苍蝇 反正咱也不会学那叫 就是蝇 加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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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蝇爪子上有这么一灵的 有 我一看 百岁灵 哎呀 这个蝇啊 他可能是早产 蝇 他妈妈就让他这个干爹 有一个铃铛就是有一个 你先可以了 你先来来来 我都不是怕丢一个 这蝇 但肤的还能早产 是你给他磕出来的吗 你刚才说的 谁这蝇还能早产给天上飞 一股又飞着 坏了我要早产 一生他 叫你脱罪了 没有在说 没有在 蝇还就是干爹 蝇干爹谁啊 天鹅 天鹅 天鹅干爹是铜鸟 没有说 那不叫这个百岁灵 那叫隐人灵 怎么叫隐人灵 你说架鹰干爹去 不就野地抓一些小野户 野兔什么的 野地草又高 这鹰抓住之后 人根本看不见 跟这野户一动的时候 领的一想 我爸爸就说 在那把人给引过去了 所以叫隐人灵 把人引过去逮着猎物 对对对 隐人灵 瞧瞧 这不跟您聊天 我哪知道这了 跟你聊天我们家也够惨的 谁知道您家讲就这么多 这好玩 那天上家去 不光老爷子在家 是啊 你媳妇也在家呢 我爱人 你媳妇在家 但是你可没在家 我演出去了 她没在家 她媳妇在呢 就在那洗衣服啊 洗洗涮涮的 是 一看见我来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 跟我说九重也没在家 你坐着吧 我就回屋了 很腼腆 一转身往屋里一走 我一看 脑袋后边别这么一朵花 啊 花心里边有这么一个灵的 哦 甭问 引人灵